好啊 昨天呢 我们在大纲当中的那个部分呢 是这个运动机动学的基本概念 今天呢 是肌肉收缩的基本概念 我们看一看肌肉收缩的基本概念当中 都出现了哪一些相对应的单词 也是那些关键单词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单词 Adena Zine Trifurcate Adena Zine Trifurcate 这个词品挺长的 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词非常特别 出现的频率也不高 但是呢 如果出现了 这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点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词组 Adena Zine Trifurcate Adena Zine Trifurcate Tri代表三 没错 三菱 酸 前面是腺肝 加在一起叫三菱酸腺肝 或者是腺肝三菱酸都可以 这个词非常非常的偏僻 很绕口的一个词 这个三菱酸腺肝 这个三菱酸腺肝是干嘛的呢 是所有的生物机体的能量的来源 在咱们这个考试例题当中呢 它是energy of the muscle 三菱酸腺肝 energy of muscle 肌肉能量 它说是肌肉能量的来源 实际上这个三菱酸腺肝 所有这个生物能量的来源 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东西 只不过呢 我们平时接触的不多 不去了解这个事 那么我们记的时候 手三菱它的特点 TRI代表3 你看见这个3 后头有PHPH 两个PH的 马上你就想啊 这个就是三菱酸腺肝 当然了 还有什么二菱酸腺肝之类的 我们考试应该接触不到 我们一提到的 就是这个三菱酸腺肝 所以一看到TRI代表3 后头两个PH 这就是三菱酸腺肝 好 稍微等一下啊 那么对于这个三菱酸腺肝呢 前面这个腺肝这个词 我们记不记得都可以 它一出来就是一块 都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后面这个三菱酸 那么三菱酸腺肝 其实也就记住 只要记住TRI代表3 然后的PHPH 两个PH 和3 组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三菱酸 把这个记住就好 三菱酸腺肝是什么 是能量 energy of muscle 肌肉能量的来源 把这个搞清楚 把这个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又是很长 Isometric contraction Isometric contraction 这个叫什么 后头收缩 大家一看就看出来 前面这是什么收缩 这个东西叫什么收缩 我特意给它加了一个黄标 It's me 是我的 我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收缩 这叫什么收缩 这个叫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 我自己的收缩都一样长 所以就等长收缩 一个谐音 当然了 这个me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一个谐音 是我自己的收缩 就是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 表示肌肉的长度不变 这个收缩 肌肉没有任何长度变化 那么同学们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跟我说一说 什么是等长收缩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想一想 所以呢 我们日常当中除了拿着东西 拿着什么菜篮子 举杯 唱演的时候举着这个杯子 还有就是姿势型的 保持我们姿势的 这个状态 都是等长收缩 比如说我们站着 对吧 我们站着的时候 我们小腿 肥肠鸡 他就是在做等长收缩 他既没有轮缩在一起 又没有被拉伸 他就是等长收缩 比如说考试的时候问你 说你这个弯腰 拿这个手 够这个脚尖 站在地上 够脚尖 你这个肥肠鸡 是什么收缩呀 这个就属于等长收缩 他并没有离心 也没有向心 离心的时候是拉长 我们肥肠鸡拉长的时候 做什么动作呀 做足背曲 对吧 肥肠鸡向心收缩 缩短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呀 做足底曲 但是站在那的时候 不管你这个手 是摸不摸脚尖 只要是站在地上 你的肥肠鸡 就是保持不变的 它为了让你站稳 它就是需要 做一个等长收缩 保持一定的长度不变 这都是一些演化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发散性的思维 想一想 平常经常是问 你拿什么东西 好登住了 那么现在改一种说法 你站在地上 这也属于等长收缩 大家把这个等长收缩 这个词记住了 这个叫等长收缩 Isometric contra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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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这个 我告诉大家 比较容易记得 就是Its me 就是我自己 没有涉及到别人 我自己在那站着 所以说 这个是等长收缩 那么还有一种收缩 叫等长收缩 大家还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这个词 叫等长收缩 这个等长收缩 Is 后头是什么 是To 对吧 是To IsTo 这是等长收缩 这等长收缩 和等长收缩的区别 就是等长收缩 是保持不变的 它没有运动 是静止的 而这个等长收缩 它是在运动当中 保持张力不变 匀速运动 基本到现在 没有发现 普遍的来考试 测试等长收缩 基本都是出在 这个 出在这个 备选答案当中 正确答案 基本没有 历届当中 还没有发现 所以 我们了解一下 不作为一个重点 要知道这个 什么是等长收缩 考等长收缩 是考点比较容易 容易考 当然还有什么 离心 向心 这也比较容易考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它对应的关键词 他给了一系列的 这样的 对应的关键词 比如说题目当中 出现了 holding 拿着 这个就属于 等长收缩 比如说题目当中 出现 保持一个 长度 这个就是等长收缩 或者那是 no change in long 长度没有改变的时候 也是等长收缩 以至于 moment that's not 不发生运动 或者no moment 这都属于一个 等长收缩的特点 大家把这个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有没有印象 对 离心收缩 这个是离心收缩 那么这个词呢 通心收缩 也叫向心 也叫通心 大家发现后面 这个centric都一样 这两个词的这个centric 后面结尾都是相同的 不同的就 前面这ec和con 就是开头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这个c 开口 向中间 这个就是通心的 转个圈 两个头对着 这是通心的 向心的 e开头在 开放式的 哪个方向也不朝 就是开放式的 这个叫离心 所以呢 就是centry 这是心嘛 开口烧外的 这个就是离心收缩 开口烧里的 这个就是向心收缩 好 这一个词的词组 离心收缩和同心收缩 向心收缩 这个要对应着记 这种词一定要对应着记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等长和等张 一定要对应着记 你不要单独记一个单词 单独记一个单词不容易 你放在一起记就特别快 有相同点就有不同点 好 我们看一看它的对应的 词组 首先离心收缩 离心passive run 被抖run rom 大家知不知道这rom是什么 关节运动 关节运动 right of motion 关节运动 passive 被动的关节运动 属于离心的 被动的关节运动属于离心 就是拉伸嘛 被动拉伸 那么向心的呢 我们看一看 同心muscle left became shortened 肌肉长度变短 shortening of a muscle 肌肉缩短 同时出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shortened 短 当肌肉muscle 长度变短的时候 这个就是同心收缩 向心收缩 这种收缩 也是我们普遍大家理解为的肌肉收缩 肌肉收缩 肌肉变短 所以呢 就是这种同心 虽然肌肉拉长也叫收缩 但是呢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离心 离心收缩 所以大家记住啊 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当中 肌肉收缩可不一定全是变短 离心收缩就是变长 向心收缩 这个同心收缩就是变短 一定要把这个区分开 好我们继续看 下面一个 contractability contractability 有人说是收缩能力 我们在这个专业词汇当中叫做收缩性 可收缩性 the ability ability 这个是什么什么性能 所以呢 就是收缩性 收缩性 什么是收缩性呢 张力增加 可收缩性 ponicity increases 张力增加 TON一看到这样组合的 TON TO什么时候 TON TOD 这个都是张力 和张力有关 肌肉张力 就是肌肉收缩的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的增加 就是肌肉收缩能力的增加 contract就是收缩的意思 C-O-N-T-R-A-C-T 这个词如果要是记不住或者不认识 一定要多写几遍 把它牢牢的印在脑子里收缩 contract收缩这个词在运动机能学当中 以至于我们的联邦谋考试当中 都是一个极其重点的单词 我们学习的知识就是对应着肌肉运动 那么肌肉最多的运动就是收缩 所以contract这个词必须100%的都记住 要一看就能知道 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不要去想contract是什么 你想这contract就是收缩 所以可收缩性 就说明肌肉张力的增加 好 我们现在回放一下看一看 contractability contractability是什么 可收缩性 concentric concentric 对 这是向心收缩 ec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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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收缩 isometric contraction isometric 等长收缩 contract 又出现了收缩 好 Adenosine triphosphate 还记不记得这个 头一个说的 303线干 303线干 好 不错啊 我们这个基本单词 就这几个 我们这个单词就介绍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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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